这位男嘉宾来自百瘦网 大家好 我叫刘特良 齐文宝大哥又回来了 又回来了 两个朋友 特别 我差点跑了 特良兄 他一出来我差点扔了推就跑 我说追来了 来来来 特良 你终于回来了 特良 你是来讨债的是吗 你好 黄菲老师 对了 你答应 原来当时那个1号 我本来是情后岛 带着1号的时候 1号也跑了 换人了 原来还换人 特良 你认识特良嘛 心理特良那个 等会 等会 她来的那时 还在台上的姑娘举手 我看看 就她们四 五个 对 唐雅在 她在 但是我想说 我这个位置怎么了 我在这里站得那么长时间 可能10号是一个倒霉的位置 一直放在这儿 10号 10号为什么是倒霉的位置 10号 我真的 13号也挺倒霉的 这是站着呢 对 来 我们再来一次啊 我们一定要给特良兄做好 我觉得让特良这样 就是他 这次又没过来时就回来了 反正特良得负责到你 我们包装给特良 特良人特别好 厚道 有 大概有半个月时间 我孟小发的生活的私信里边 一天到晚都是问 有没有刘特良的联系方式 对 都是各种姑娘的联系 特良 特良人长得厚道 家庭条件好 生育做得棒 给你20分钟好好夸 而且上次 我这得他自责 上次自责到 我这真的情况脑掉 上次结果他 一个徐晶 离婚律师跟他走了 走之后 结果徐晶就碰到一心动的 说后悔了 人特良本来在南京博馆 想看看这个南京的历史发展 然后回来带着徐晶回情况脑了 结果一回来 换人了 人家战船说一句话 说祝你们幸福 然后特别好 那个徐晶和他 还有那个男的 他们三个人 幸福地从这走下去 他对什么 我还记得这个场面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回来看 特良一直刻在我心里 我们得补他一次 24位女生对刘特良印象如何 请考虑 你要夸成这样黄磊 然后灭了一块灯 请问灭灯我就灭他一会 请选择 这个刘灯啊 是破云黄磊的规矩 谢谢大家 看着来熟人了 其实特别高兴了 对 21号 你那个 他和上次你见到有变化吗 有 帅气多了 然后这次 人心好长得就帅 特良好好发挥啊 谢谢大家 哎呀 哎呀 你看吧 你看吧 你看好人有好报吧 带俄罗斯姑娘回情网岛去 他家 我在这里站得很长时间 然后我觉得 我最主要的错误是 我每一次觉得 下一个男生 会比以前的更好 然后我一直站着 但是我发现就是 没有完美的男生 就是合适的 我上次看了你 我觉得你挺不错的 然后我也想给你留灯 谢谢 然后那时候 因为你跟别的女孩子走了 所以我觉得今天 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谢谢 谢谢 因为当时唐雅也在场上 轻眼目睹了那一幕 来 我看第一条片子 我愿意 来 恭喜你们 我愿意 包括徐晶跟他这个同学也是 是一个非常值得祝福的一段感情 祝你们幸福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人 被人截标了 就有点蒙圈 差一点 如果我不参加《非诚勿扰》的话 我也感觉这剧本是演的 你知道吧 就感觉太刺濡了 再说我没有那么好的演技 去演这个 总在大街上被人认出来 你 听我脑袋捏吧 听我脑袋 我喜欢你了 找点信我来 我时候逛街的时候 后边给你来一张照片 然后发过微博 艾特尼 网红 涨了有六万 七万吧 百分之八的时候就表白了 有些人给你发一个 长达三四千字的论文 还有的人就写一个 十多张的PPT 也有那种就是 上来就来一个 我想给你生个猴儿 baby 就感觉 挺有意思 之前是青红岛婚联市场的顶端 顶端 顶端 现在是青红岛婚联市场的 中午老板峰 其实我啥也不是 就是大家来谈呗 对吧 都快30的人了 还搞网恋呢 不太真实 何况孟爷爷还欠我一次 对不对 我代表蓝幕组 请他再来一回 让他再来一次 你们的青红岛大哥 回来了 回哪儿去了 我太爱这儿了吗 有的事其实是个常识 刚才你说的 估计说 你们这是演的吧 这个台上发生的事情 每一个姑娘都来自 祖国世界的四面八方 普普通通的人 像她这样的 一个普通的青红岛的 一小伙子在来 谁能安排这样的故事 谁敢说你们来演 我们给你发钱啊 你把这个故事演一遍 谁敢编这样的故事 但是哪些东西是演的呢 也有啊 那片子里边 我们跟他拍 哎呀 又梦游家 跟他合影 那不是肯定是演的吗 对吧 那是演的吧 是演的 这肯定是演的吧 他那个事是真事 找了个人给他演一下 这是有可能 上次来到现在几个月了 大概有三个月 三个月 三个月啊 你今天来看到这儿 也没有什么变化吧 我觉得美女更多了 就比你那一茬更多了是吧 这样是不是有点伤人呢 没啥 那些都走了 那就是比上上之前更漂亮 我这样说话 是不是不太厚道是吧 也无所谓 你反正你长期站在这儿呢 没关系 他们这铁打的银盘流行 你一查一查话 换了五六千了 我告诉你 这个台上有六千多男男女女 在这儿来过了 你是可以载入史册的 一个男嘉宾 把告诉什么人 让给别人 就这一个 重复来过的只有两个人 一个他 还有一个 原来他签了张萌那个 像他这种 他这个唯一就这一个 就是他牵手了 这是咱们欠他一个 就是给别人的就这一个 对对 咱欠上一个 雷锋啊 我回家你爸妈看了以后 那段经历之后跟你说什么 我爸来之前 昨天还给我发了一个微信 不能再让给别人了啊 就说还是想就是 还是看自己吧 给我领个儿媳妇回来 就特别踏实 说的一会儿都给你看 就写得特别让我来 我都热泪盈眶的 我说也是吗 可以拉个儿媳妇回去 这个我在想啊 这一年到头 是不是各个地方 都会搞一些什么 什么感动南京啊 什么南京好市民 这类的活动 我觉得我们推荐 我们推荐就是 叫秦皇岛好市民 带天 如果这一次 你再牵手的女嘉宾 又喜欢上别的男生 你还会再把他拱手让人 等会儿唐雅 赶紧表示一下 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已经表示得很清楚 我爆了灯 我第一次 从来没有给人爆了灯 也没有交往 不是郭南保佑的 而且人家唐雅 我不用再说 我不用再说 而唐雅还说 我上次其实就觉得他挺好 我就已经看中了 但是老觉得还有不好 他犹豫 对对对 他经过了这几个月 血雨火的洗礼之后 他觉得说他明白了 不可能等到一个下一个完美的 但唐雅喜欢刘特良也是 合理 合理的 对 他特别看中一个男人 要靠得住 有安全感 是是是是 16号 对 男嘉宾你还记得我吗 Catrida 是吧 英文名 对对对对 你还记得我 他说有英文名啊 对 Catrida 我记得是 对 Cappuccino 哪去哪呢 那你没 你说你记得我 那你还记得我 上一场穿的是什么衣服 问了你一个什么问题吗 你跟刚才那个男嘉宾的 那个前女友有点像 对对对 我知道 你看我有什么变化 对 你要问这个问题 因为我上一次来很久了 我还真记得 上一期我的VCR 一共有两个女生 跟我问问题是播出去的 然后你是问我 就是男生是不是有个啤酒肚啊 是不是爱喝酒 是你问对吧 我不记得了 我想问你一下 别跟他聊 他找谈没事了 我看下一条 就是感觉自己的终身大事 就是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关注 你还是认识刘特良 上海仙那个 我们小区的人都知道 那青岛有人不知道吗 我觉得他挺好玩的 胖子都挺可爱的 而且人看起来厚道 老人孩子像个孩子 两期我都看了 那个女的怎么还跟别人走 看好几个电视也没有这样 他挺大气的 家人都少有 我们给我们叫凉粉 单身女孩都喜欢 有闺女我就嫁给他 不过他还能再上 有性吗 你让他娶什么 肯定啊 毕竟都单身了 想对现场嘉宾出来 嘉宾 选一个秦婉老的全民老公 是一个多么幸福的事 听哪个话给他留灯 一定要留灯到最后 该爆灯就爆灯 如果不行 回来我还有个妹妹 一会儿能给我 刘特良的联系方式吗 刘特良你好 又见面了 我觉得你跟我平时接触的一些富二代 都不一样 很有吃苦精神 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创二代 我离开舞台以后呢 在微博上也遇到了一些评论 我觉得你也是在第一时间挺身而出 真的挺感谢你的 希望你在台上找到一个 真正适合你的另一半 也希望其他的女嘉宾们 不要错过她 我感觉这个新闻稿 可能有这样的语句 节目播出以后 特良的事迹传遍了祖国 四面咖啡 人家已经说了 叫秦王岛的全民老公 这个不敢当 那将来的媳妇不得打死我 这个唐牙会打死那个 我不会 我不会 我性格很温柔 很温柔 这个有很多那个姑娘 找到我们栏目组 有人找到我本人 要跟你联系 要各种要号码 要表白什么的 也有观众 甚至今天冲到现场来 就是得知特良大哥 要回来的消息 还有女观众到现场来 坐在这儿的这个 刘泉 你好 其实就像大家 在节目中看到的一样 我就是那天看到节目以后 然后我就对你很心动 你在现场吗 那天 就是在电视里面 哦 在电视里面开 然后完了以后 我就加了你的微信和微博 然后就想说跟你联系 后来就像你刚刚 VCR里面发的一样 我发现你的粉丝 在不停不停地增长 第一天可能只要PK掉 2500个粉丝 就能够跟你在一起 结果过了两三天 现在已经要PK 7万多个粉丝 才有可能跟他接触 所以这次就看到他 要来返场的消息 然后我就赶紧冲到现场 你觉得你跟唐雅 要PK一下 你有把握吗 没有把握也得上 现在必须说有把握 来 你先请坐 你先请坐啊 简直了 他找到我们栏目的一个导演 认识 是认识 王一江是吧 对对 死去拜天跟王一江 到现场来 我不把这个说出来 我不行了就 回应他一下 谢谢 唐雅听到这个心里面 特别高兴 对 谢谢 孟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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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 你记得我们俩上次的对摆吗 你跟他没什么事 没什么事 没什么事 不是 没有 我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 对 你一定要听孟爷爷的话 这是你听我的 不记得 我也不记得了 但是我还想说啊 就是我不管你 你们不记得 我就再给你们演一遍 就是我不管你 到底有多少钱 也不管我自己胸 到底有多大 你今天来了 我喜欢你 想起来 我想起来 当时他们的对话是这样的 对 他说我有钱 他说我胸大 然后就是想跟你表白吧 但是我刚才也想报个 然后就没报上 唐牙 你看好惊险啊 他也想报个 慢一点就完了 没报上 23号怎么了 我挺好的 然后其实我 他说我们平常不是挺好的吗 对 你怎么这样跟我 对 不过你也说该四还得四 我们让四号说了 事情想太激烈了 我跟他PK 那个齐弘老大哥你好 我从小就有江湖梦 我从小梦想就是在 又开始了 我要当大哥的女人 所以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就是 我愿意跟他 给你流动到底 我愿意跟他们一起PK 一看看 这要做大哥的女人 这是大胸的女人 我的天哪 都是清晨太惨烈了 有获奖感言要说吗 现在 我代表CCTV 代表 你在我们那儿代表CCTV 我代表江苏也是 特梁 你没想到 这次受欢迎程度 在现场是这样的吗 上次被捧都飘了 现在自己自然而然就飘了 恭喜你 就让男生绝对上去 面对两盏灯回来 有请10号 有请4号 23号 他今天来了个胸部琴球 不知道怎么表达喜欢的 我们来看一下特梁的心动女生 哪一位 他那感觉闭下 他现在还见下 这个这儿四个了 别忘了这儿还有个姑娘呢 大胸的万一条条的过来 你也参加一下吧 好吧 谢谢 谢谢 我跟您说特梁啊 这是我们能拿出的最大的阵容啊 一般都在三个 这就是五个 最多是四个 最多四个吧 这是做好人就会有好报 看大屏幕 选第三项 我的生活 好 来看四条片子吧 性感是一种风度 我叫孟瑶 虽然常被人叫做小柳妍 但在我的外表下 却有着一颗保守的心 我是英零网络写手 从小到大就向往小说里面 唯美的爱情故事 所以长大以后 我开始自己写作 我很喜欢安静的生活 所以我住的地方 离上班的地方会比较远 我喜欢早上起床去跑步 然后晚上下班 我喜欢回家看书看见你 因为俄罗斯文化 对我带来了一些印象 我觉得男女是不平等的 我的工作是一名美中主管 平时非常注重保养自己的皮肤 我非常爱睡觉 一觉睡24个小时 对我来说都非常正常 有时还会搂着我的小灰灰 一起赖窗 小灰灰是我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小伙伴 很多人都说 我们俩长得特别像 现在在一家银行 担任客户经理一职 会接触到很多形形色色 不同的人 很享受现在的工作 平时我跟闺蜜 无聊的时候 就去桥边发发呆 然后做一些 很奇奇怪怪的事情 家前面有一片小园子 那里有我跟爸爸妈妈 一起种的一些小辣椒 和一些小葫芦 最后一位 我个人的话 比较喜欢宠物 喜欢小狗 但是我妈不喜欢 如果咱想养个小狗 像通过我妈那一关 如果就是说 你去跟我妈 怎么说服我妈 让我妈养 让咱们养这小狗 对 她出了一个这个难题 是吧 让媳妇怎么去说服老婆婆 养狗 是这意思吗 对 4号 我先会劝妈妈 我说妈妈养狗的话 有助于咱们家庭氛围好 但是我也希望就是 如果妈妈不同意的话 就是我也可以劝劝你 就毕竟是 我希望还是家人开心 然后顺心还是比较重要的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 这姑娘说得好 嘴巴又甜 我觉得我劝老婆婆 可能有点不方便 但我劝你 合适 你一想养 你妈不让养 应该你去解决啊 她也不想我去劝 她解决不了 她想说你能不能帮我 她让我去劝吗 黄翰老提起的对 你都搞不定你妈 你让你媳妇搅和在里边 你也是闲的 你婆媳两个能相当不是最好 还是怕她们俩呢 没有保断 我觉得最好的婆媳关系 就应该是 我妈把我媳妇当亲闺女 那是不可能的 那就不是 你也别指望媳妇 把你妈当亲嘛 这个是不科学的 因为她就不是亲的 6年前 黄翰老就说过电话 能彼此尊重礼貌 对 我觉得禁 是最重要的 是 这个 你看这得听啊 这都是过来的 婆媳关系多少年处下来的人 你知道吗 你想想好好在婆媳关系 很好的女人 对吧 很好的 很好的 你姓吗 相亲吴宾 谢谢 谢谢 对对对 得关注我不知道怎么称呼啊 莫老师 你好 我叫范露露 养狗的事怎么说 我觉得我们可以让妈妈 通过一些机会 跟小狗有一些接触 让它就慢慢地缓和 它跟狗之间的一个关系 好 9号 假如说不和你母亲生活的话 如果你母亲来咱们家里的话 我可以把狗狗给朋友 但是因为我自己养狗 我狗也养了很多年了 但如果你妈妈实在不同的养狗 我本身接受不了 谢谢 唐雅 我跟3号差不多 就是如果你妈妈害怕狗 我们就比如说她来了 我们可以把狗给朋友 但是如果她就是自己不喜欢的话 或者不希望我们两个养狗 我就是通过一个家庭的气氛 就快乐 可以让她看到 就家里很幸福 所以她 孟瑶 好 特良是这样的 我呢 会 就是比如说我俩就在一起了嘛 然后呢 我先回家 回到家 然后做一桌饭菜 然后呢 我把你妈妈请到家里来 然后我就跟她说 婆婆呀 我想跟你说个事 就是你看你儿子呀 这么喜欢小动物 多有爱心呀 你为什么要反对呢 对不对 然后比如说有一天呀 我跟你都陪不了你儿子 特良的时候 小狗狗也能陪伴 你说这样多好呀 对不对呀 因为她妈说 你这是咒我呀 我都 看着至少回答的问题 最后给唐雅一点时间 其实我不想说太多话 勉强你的选择 你就是看自己心里喜欢谁 就选谁 但是你第一次来的时候 我真的对你有兴趣 但是那时候可能 有点害怕还是紧张 不知道就是没有留灯 然后今天你来了 我为你 你是第一个男生 我为你爆灯 所以如果你喜欢我 我们就一起走 刚才前面有很多事情 大家很欢乐 生活中一些改变 那都是哈哈一乐的事 找对象是个认认真真的事 你好好琢磨一下 这些台上的女孩回答完了问题 你也琢磨对比一下 包括刚才黄瀚老师 刚才我提到那个参考意见 这个事呢 你要拿它当个问题 来测试一下姑娘们的情商 可以的 但是生活中要真碰到 这真是你们家的一个事的话 让媳妇去跟你妈说 这不是个好的决定 对 你将来一定要尽量 就是你们俩的事 尽量避免她们俩正面有接触 对 有事尽量你去跟你忙 是 就在那里边弄出事了 对吧 好 你做决定吧 莫菲哥哥 我想再争取一下 为我自己 可以吗 可以 给你30秒钟 我就什么都不说了 我给你唱一首歌 一次就好 一次就好 我陪你去看天荒地老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会 大笑再无忧估 不唱可能效果还好点 慢慢做 我全部的心跳都只因为你 希望你能考虑一下 来 做决定吧 坚持选择心动女生 如果有可能被拒绝 你一个人会青花岛 另外四个女生 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 想清楚告诉我们你的选择是 刚才唐亚说过 第一次爆灯的机会给了我 虽然说在国外很多年 但是也没有去接触过 跟就是国外的女孩子 谈朋友这样 那我也把我第一次跟外国人 很感谢机会 现在粉丝比较多 但是真有人到现场来就是表怀 我觉得这事还是挺让人惊讶的 因为这种男生 其实在舞台上很少见的 所以我今天一看到了他 因为他来了 我觉得一定要抓这个的机会 所以爆灯 孟瑶上台撞了我一下 撞得我有点懵圈 我觉得女生 不要靠上级来男生选择他 有点不舒服 但是没关系 反正他现在还是跟我在一起 对吧 加拿大新一之旅 和贝克斯一起出发吧 那个黄磊 这个人家要结婚 你跟我们组织上派你去趟秦皇岛 怎么又是派我去秦皇岛 因为你上次派你去 派我去领喜堂去是吧 可以 但是我特别谢谢他们俩生个孩子 我觉得应该非常好看 生个洋娃娃是吧 而且唐雅来这么长时间 最后跟特良 我觉得这个也特别好 这个故事真的是 特别像大家看到的这个结局 替他们高兴 我跟你说 刚才我看台上 其实 其实他心里边有纠结的地方 唐雅在那会儿 其实心里边压力特别大 你看那个孟瑶那个劲儿上去 还就是撞人家那个样子 那万一他把持住 他就是觉得 孟瑶那个胸不停求那一下 把这个特良给吓坏 吓坏 你那一招下面还管用 还管用 祝他不幸福啊 那就请 下一位男嘉宾